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已经成行进入收藏阶段 之前我们是做胡适的 这个是我岳父在做的 我没有 我差不多三十几岁才跟他学的 他要叫我去学我还不要 我说我觉得做这个很辛苦 我不要 66岁的卓创庆 三十多年前被岳父叫去帮忙 没想到这一帮 让他也背不起 传承古早记忆的使命 糖葱的原料很单纯 就是砂糖跟水 糖得煮到够熟 才会脆口不粘牙 因此到200度时 必须把握时间 倒进锅里隔水降温 做这个要很小心 这个很烫 这个一烫到不得了 当液态糖浆变成固态糖膏 就能开始拉糖 神奇的过程 每一次都能吸引大票观光客 微观欣赏 糖葱的中心布满中空孔洞 连切割都需要技术 这样啦 小姐 我怎么都碎了啊 对啊 你 这个就是你的功力 还没有那么好 你要不要拿一个起来尝尝看 很酥很脆 很好吃喔 对啊 很酥很脆 嗯 糖葱是早期老一辈 古早未灵嘴 近年却快失传 好在卓创庆的两个儿子 都愿意继承副业 32岁的小儿子卓伟彤 更放弃了十年美法事业 回家接班 就觉得好像就是 这样子觉得很浪费啊 就之前学的东西啊 不会 因为我觉得毕竟都是 爸爸他们一手经营的糖葱 爸爸我阿公 那一辈子在做这个啊 然后我觉得说 其实回来家里面 接事业也算是很好啊 以前做美法 天灰回家爸妈都睡了 现在天天腻在一起 父子感情更好 他现在还在学啦 我不会骗你 五六年才在学啦 在老爸眼中 儿子永远有进步空间 虽然做糖葱不轻松 但能延续快消失的传统滋味 家人同心 就是最棒的事业 咱们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